好在我們做動畫之前 有一個重要的設定要設 就是我們的Frame Rate Frame Rate 就是每秒要幾格 像他預設是24就每秒24格 所以這樣24格的時候就是1秒 這裡我們把改成30格 30 這個其實沒有會對 格數沒有所謂的對錯 其實就是變成是讓你的動畫的流暢度的部分 像一般電影的話常常都是24格 動畫電影像皮克斯啊Disney他們都是用24格 像 電視廣告通常都是用30格 然後甚至有些比較高格數要做slow motion什麼所以可能會有60格 在做動畫通常都不建議用什麼29.97啊 有小數點的格數因為其實格數切不準 因為blender有合成的 功能所以他會有一些 特殊的格式 那我們就用每秒30格來做我們的動畫 好 格式 Frame Rate決定後我們就可以來 做我們的動畫 像上一節講的 我們的setkey 我們 我們想落下我們先講的第10格落下好 我們第10格 我們先按A setkey 我們的 location setkey 這個 多餘的key刪掉 好我們從 在第0格的時候我們往上移 gz 然後我們這裡已經有開啟autokey了 這樣我們調整動畫的話他就會自動 自動設key 多餘的key 好 我們在第 0格的時候我們往上移 像這樣 速度10格 有點太快 我們拿到15格落下 半秒鐘 好 落下 然後我們落下後 會有一點 彈起來 這裡我們先用最基本我們先都先不管旋轉跟 物件偏移的這個這個問題 我們先不管 我們先把我們動態的時間點先抓到 好 好我們 出個落下 我們出自1格key Shiftd 到30格 中間我們再 加1格 彈起來 好我們按 空白鍵播放 我們這裡的格數 我們改成 40格 好我們來播放我們的動態 這裡乍看起來我們動作好像有一點感覺可是實際上速度感有點不太對 然後在我們這裡觀察的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你在播放的時候這裡有FPS 因為我們的每 他等於現在畫面的 撥放速率30個幾乎是 跟隨我們真實的 時間因為基本上每秒他有辦法撥到30格31格所以這裡幾乎是 實際的速度 但是其實有些人的電腦比較弱或是我們動態比較複雜 模型比較多的時候 很可能你這邊在播的時候可能 不到30格 不到我們1秒所以這速度可能不對 所以我們會要把 動畫算出來 算preview算出來 再來才能知道說我們真實的動畫速度 是怎麼樣 我們在 view這裡可以把按 view for render animation 我們按 他這也就會把我們畫面 算出來 但是在這裡算出來的時候他他會不知道存到哪裡 他就依我們選擇這個畫面來算圖 他的路徑呢其實就是在output 這裡 預設他在temp 暫存 那我們這把改掉 應該 那右寫 這個路徑看一下 不是 你的暫存路徑相對路徑我們開一個資料夾給他 叫render 這個路徑給他 然後我們這裡我們把格式改成 FFmpeg coding改 H264 這樣之後算出來的話就會是 這樣算之後算出來就會是 影片MP4 好我們 我們一樣用正式圖來看 好我們把他算出來 view RenderAnimation 好 他算完後我們開啟資料夾 這裡就 影片MP4 打開來看 好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 影片基本上是 整數了所以這裡基本上跟我們 preview是差不多的 不過如果電腦大家效能有比較弱的 或者是 之後動模型比較複雜 跑不動的時候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算出來正確的 的時間來觀察我們的 動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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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